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如何才能没有痛苦地离去,专家终于给出答案,退休人越早知道越好,死亡在我们眼中就像是恶魔,让人避之不及,但在这个世界上,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,他们每周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前往医院,去陪伴一些临终的病人。 他们跟死亡亲密接触,但并不感到害怕,而是从中获得了支撑生活的勇气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故事。 暖黄的台灯下,榨汁机忽轻忽重地运转,营养汁就快做好了,风从微闭的窗口溜进来,撞到插在吸口花瓶里的兰花,花香溢了出来,融进香薰机喷出来的冷雾里,飘散到床边,新级酒店的布置大抵如此。 而你大概不会想到,上面的这个场景会出现在一间医院病房里。 Annie做医生五年了,也是第一次见到,病人家属把病房布置得如此温馨,这跟我亲身经历过的亲属临终场景实在大相径庭,我的遗障是得肺癌去世的,临终前,我妈带我去医院看望她。 蓝白条纹相间的衣服,空落落地包裹着她干瘦的身体,插着鼻管,打着点滴,头发花白了不少。 空气里刺鼻的消毒水位,还有隔壁病床家属和医生的争吵,让我感觉反胃和眩晕。 压抑,悲伤和恐惧构成了我对临终场景的所有印象。 所以,当Annie用温馨这个词来形容死亡时,我无法想象。 她是一位呼吸内科的医生,也是临终关怀NGO组织的义工。 她告诉我们,人到临终阶段,应该是更有尊严的,可以是温馨,体面的。 临终关怀是专门去陪伴那些几个月内就会离开世界的人,帮助他们更安心地走完最后的路。 在我的印象里,死亡,病房和临终场景,本是很多人必会谈及的,甚至不想面对的。 所以,我十分好奇,她所加入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,在那里工作的人,又为什么会愿意一次次地去经历死亡,提供服务。 这里写着的最后一公里,到底代表着多长的时间。 在Annie的引荐下,我们联系到了广州临终关怀组织十方圆的负责人邝老师,并来到广州市乔医院的康宁区,记录了他们做临终关怀服务的过程。 七楼病区的门口有一个粉红色的房间,房间的边上挂着折叠的纸飞机,我数了数,有蓝、红、紫、黄、绿五种颜色。 据邝老师介绍,这个病区一共有140多个床位,大部分都是医学判定无法治愈,处于临终状态的病人。 为了更好地进行临终关怀服务,在服务前,他们有一个固定的环节,就是所有义工会轮流朗读18条服务行为规则。 我就坐在这个房间里,听他们宣读了一条条规定。 离开房间时,需一个个倒退着离开,不能留下背影,以减少老人的失落。 自我介绍及陪伴时,应避免主动提起临终关怀。 老人告诉你银行密码,出来之后就要忘掉。 当我听着这些规范的时候才知道,原来陪伴临终病人已经可以细致到如此程度,甚至可以说,讲究。 其中最让我感到惊奇的一点是,陪伴老人不是教育老人,不是给老人做逻辑分析。 邝老师提醒我们,对于临终的老人来说,和他们说想开一点,没事的,这样安慰的话是没有意义的,甚至是不负责任的。 因为真正临终的人的感受和心情,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。 所以,安慰有时候反而会打断了老人本身的倾诉欲。 在这里,义工只要服务过一次,就会获赠一个手环,上面印着的十个字,强调的正是这一点。 不分析,不评判,不下定义。 在人即将死去的时候,可能会不甘心,内疚,愤怒,带着压力,也可能已经是麻木了,情绪是非常复杂的。 所以临终关怀提供的是爱与陪伴,也只能提供爱与陪伴。 之所以这样是基于一个悲伤的事实,大楼里面的病床周转力比较快,有可能你这个星期来了,下个星期再来,可能那个床就空了或者换人了。 邝老师特别强调,所以你不能向老人承诺你们会再来。 为了配合院方的工作,每次关怀服务时间为30分钟至1小时不等,服务内容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,陪伴。 说起来轻巧,但过程并没有那么容易,你要面对的病人可能是脾气暴躁会骂人的,可能是伤痕累累,面目创疑的,可能是做过脑部手术而头颅凹陷的。 只要站在病区门口,你就能明显感受到,这是一份沉重的工作,刺鼻的气味,快速走动的护士,这里弥漫着一股随时有人离开的氛围。 所以当我站在病房门口,远远看着他们在陪伴时的那种温柔和平静,还是让我感到惊扎。 义工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,辅助、倾听、唱歌、同频呼吸等方式进行陪伴。 那时萦绕在我脑海的一个想法是,要是以后我的家人也躺在病床上,我是否也能做到这般喜致。 白色的灯光下,康宁病区挂着许多积极的标语。 邝老师说,提供临终关怀,陪着老人经历生命的最后时刻,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,只要去经历和体会,就会获得一种生命的觉知。 在这里可以看到浓缩、丰富、真实的生命状态。 他讲起一次让他印象深刻的服务经理,在得知临终老人是以前支援西藏的军人后,同行的义工给老人唱了一首红歌。 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了,只是静静地听着。 后来离开的时候,他们对老人说,谢谢你年轻的时候为社会的付出,今天我们来陪伴,也算是社会的一份回报,谢谢你。 老人听完长长地输了一口气,像是释怀了一样。 在他们退出病房的时候,老人举了举手,像是质疑告别,也像是在行一个军礼。 过了几天,老人就去世了。 这样的故事很多,对于义工来说,很难总结出,见证这些故事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感受。 但在他们服务后的分享会上,从几位义工的口中,我得到了一个共通的答案,释怀。 有的说觉得自己的陪伴有时很徒劳,但又会发现,现在经历的东西,以后可能会十倍百倍地经历到,所以想先预习。 有的说他陪伴了一位当了三十年的校长,很有能力,让他认识到其实衰老和死亡都是我们不能够逃得掉的未来。 有的说今天陪伴的老人,让他想起父亲在临走前的状态,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疗愈。 那天来参加义工服务的有三名在校大学生,其中一个男生对我说,他是有过重度抑郁症的,曾经一度想要自杀,休学了一年。 后来经过同学的介绍,来到了这里陪伴临终老人。 他在总结这段经历时,用了震撼这个词。 他曾经去到一个老人的家里提供陪伴服务,然后写了一篇名为陪伴笔记的文章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,前段时间,老奶奶在家里床上摔了下来,自己没有办法起来,只有等到邻居早上起来的时候,才让人把自己扶起来。 而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,他就在地板上等到了天亮。 他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老奶奶,因为从老奶奶的每一件小事中,他都能感受到善良与释然。 而在更多的老人那里,他感受到了一股追逐阳光的欲望。 他们要活下去,当出院,他们纪念着快乐,和他分享着孙子的照片,夸赞着家里好看的狗。 在那个标记着生命最后的一公里的病区,他见证了太多的意料之外。 他感叹说,觉得为什么那时候别人很奢望见到明天的太阳,对我来说感觉是主动地在推掉,在扔掉,甚至在践踏。 在这个陪伴与被陪伴的过程中,不仅仅是老人释怀了,似乎来这里参加的每一位义工对生活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改观,或者说释怀了很多。 值得深思的是,临终关怀不仅是一个行为,更是一种意识。 在安妮做医生的五年时间里,有两个场景一直让他印象深刻,一个是文章开头提到的,把病房布置得很像酒店的场景。 病人是一位得了肺癌晚期的父亲,当被通知父亲时间不多时,家属按照病人的想法,安排亲戚来探望,聚首,回忆他的一生。 整个过程妥贴且有条不紊,让安妮刮目相看。 也因此,这位父亲并不需要经历大部分病人所经历的情绪崩溃及狼狈。 另一个场景是由一名二十岁左右的清秀女生,在病房去世之后,她的弟弟妹妹,闺蜜,戴了她身前最喜欢的高跟鞋,首饰,森绿的连衣裙给她穿戴上。 那时,安妮站在病房门口,远远看着她们给去世的姐姐化妆,她们的手很稳,动作轻柔,克制,精确。 从画眉,上眼影,描唇,到点腮红,一笔一画都带着爱衣,感觉像是在给一位准备迎接新生活的模特化妆。 做到这样的事情,就意味着家人实现了姐姐最后的心愿,也真正完成了临终的最后一份尊重,这是临终关怀希望做到的事。 但是安妮更加清楚,比起临终关怀的义工,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学会尊重死亡,才是真正实现临终关怀的最好方式。 临终这个话题,无论什么时候讨论,大概都不会太受欢迎。 死亡是无法抵抗的摧毁过程,它会摧毁你的身体,你的尊严,甚至是面对生活的勇气。 但我们也因此才更应该用平静的温暖的力量去对抗这份摧毁。 在这次采访中,看到大家这么认真去谈论或者面对死亡时,我突然发现,这其实也可以是一件温柔且体面的事情。 如果说,临终的病人是在走着一条漆黑的路上,那我们没必要一起陷入漆黑里,我们或许能成为其中的星星和月亮,带去光亮,成为晚风带去温暖,成为萤火虫带去快乐。 这一切尽管没有声响,但再大的漆黑,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。 而我也才知道,义工们之所以愿意一次次来经历,大抵是因为这些经历明显地在他们身上长出力量来,让他们更有勇气地去面对生活。 这让我想起一句电影台词,也是我做这个采访最大的感触,我想活得强烈些,这句话也送给屏幕前的你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堂堂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